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2017年至2019年 中国已将呈现上万维吾尔族人从东突厥斯坦转移到中国各地的工厂 其中包括向世界知名品牌供应商品的代理商 住在美国的一名维吾尔人对美林士说 我感到自己甚至在美国也被监禁 他们掌握了我们所有的信息 他们知道我们住的地方 这种对军事的恐惧已经成为呈现上万维吾尔人生活的事实 这些维吾尔人生活在中国境外 并在国外重建生活 而家人和朋友在中国西部的东突厥斯坦失踪 报道说 在中国境内 许多维吾尔族人遭受了酷刑和其他虐待 其实是现在生活在美国相对安全的维吾尔人 他们也表示 他们仍然担心受到监视 并担心言论自由可能会刺激 对东突厥斯坦家庭成员的报复 美联社采访的美国十几位维吾尔族人描述了各种形式的恐吓 其中 大多数人不希望使用他们的名字 他们描述了中国政府官员的电话 只是他们在中国领事馆办理登机手续 一些人被告知他们的中国护照不会被续签 并被提供单程旅行证件返回中国 一些人说 当地警察探访了家中的亲戚 以寻找有关国外家庭成员的信息 居住在土耳其和其他国家的维吾尔族人 也面临着类似威胁 土耳其卫生部长法赫勒听库加宣布 土耳其出现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 卫生部长库加说道 一名疑似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公民核算测试结果称阳性 库加在卫生部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在对出现高烧和咳嗽症状的热名患者进行了检测后 得出了上述结果 卫生部长说道 被感染者的病毒来源于欧洲国家 患者已完全被隔离 患者是一个男性 目前患者身体状况良好 从这个意义上讲 患者家属及近接触者都已被隔离 他们每个人都被视为是可疑病例 另一方面 在中国湖北武汉市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人数 已超过11.6万人 Worldometer网站收集了有关国家中新型病例的最新数据 截至3月10日19点30 全球范围内的新型冠状病毒病例数已更新为11.6964 共有4950死亡 64,760患者已康复 此外 在意大利死于新型冠状病毒的人数增加到了168 达到631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任期到2024年结束 3月10日 一名议员提议将普京的任期清零 这被认为是为普京再次竞选总统普平的道路 他有可能继续执政到2036年 独马以3位82票赞成44票弃权 确认了包括调整总统任期在内的修制案 俄罗斯国家杜马决定在4月22日对宪法修制案进行全民公投 其中包括俄罗斯总统任期归零的问题 如果宪法修制案通过 俄罗斯总统普京有期望在2024年再次竞选总统 印度纪局发生反穆斯林袭击 在印度排斥穆斯林的公民法导致大规模抗议活动 首都新德里的示威活动逐步升级为对穆斯林的暴力行为 在德里的穆斯林居住地区 房屋办公室和勤政室被纵火焚烧 从林纳伦德拉莫迪政府的民族主义政策的鼓动下 佛教徒和警察开始袭击穆斯林 尽管上周禁止街头抗议活动 但有47人被杀 其中大多数是穆斯林 自2019年12月以来在冲突中丧生的人数达到79 最近两天有四座秦深寺着火了 东突厥斯坦新闻中心主席阿布杜吉利利喀拉喀神发表声明 就印度穆斯林问题向世界发出警告 他说世界一直对中国对东突厥斯坦的镇压保持沉默 并最终将其变成宠宠灭绝 我呼吁世界采取行动 以防止印度再次发生同样的情况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